原标题,引渡之间后,阿林难民球星霍奥国籍,观察者网讯,此前因参与阿拉伯之川,遭到巴林政府通缉的球星阿雷比, 逃往澳大利亚,随后在泰国被捕,经过巴尔两国政府的引渡之争后,阿雷比被放回澳大利亚,并获得了澳大利亚国籍。 据英国卫报3月12消息,12日,来自44个国家的207人,参加了在墨尔本举行的公民宣誓入籍典礼, 其中包括了这位25岁的巴林难民,此前在泰国被捕的阿雷比图书泰国投票新闻微博,此前呼吁泰国放远的澳大利亚总, 李莫里森在公民宣誓入籍典礼后会见了阿雷比,并从他的外套上,去塞一枚澳大利亚国籍回章送给阿雷比。 莫里森表示,这是一个具有意义的一天,而阿雷比则表示,能过上安全的日子,感到很开心。 报道称,2011年,阿雷比被巴林政府指控参与阿拉伯之春,但遭到其否认,随后,他离开巴林前往澳大利亚寻求难民身份。 2018年11月,国际刑警组织在受到巴林发出的追捕申请后,将正在泰国曼谷渡逆月的阿雷比逮捕。 但76天后,泰国放弃了引渡程序,将阿雷比释放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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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